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改为利用側面的影像数据 再配合3D立体人面模型 来分析和计算 还原容貌的正面 如果不是这边有一个很大的窄 但你拍照拍不到 其实你是不会认得的 但基本上假设是它两边是对称 如果我们出来很多时候 或者你应该说超过90% 这个假设是正确的 所以我们出来的效果是非常好 靠側面影像认出人样的技术 可以应用在住宅、商场 甚至是赌场的保安系统 五执法部门,例如警察 用新技术可以更加有效地 追查到罪犯的行蹤 由于一般的废路电视 都是在头壳顶上 所以后面不对称 很难做到3D人面重组 所以下一步的研究方向 就是希望配合身体的其他特征来做最终 创新技术之后仍然有优化空间 包括将系统对应外国人的容貌 以及收集更多角度的 提升识别的准确度 香港风扑电视记者胡锡文报导 唯一 请不吝点赞 订阅 打赏金